Hi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今天的企劃非常特別,又是難得出外景 基本上能夠把我這種資深的宅咖請出門 肯定是有甚麼特別重要的意義或事件 那今天就是要來直擊全漢 他們會在桃園的電源製造工廠 這些主要的業務包含電源供給的研發 以及過程中的規格驗證,還有按規檢驗等等 對於那些想了解更多電源內在的 或是目前你在暗電中,想找機會告白的 那今天這支影片你千萬不能錯過,內容是絕對豐富 能夠讓你更深入的去了解電源供應器 那就讓我們乾話繼續說,再來開始 說到全漢這個品牌,有在關注硬體驗的朋友肯定不會陌生 因為他們有推出非常豐富的電源及機殼類的產品 並且其中也有很多高性價比的選擇 那全漢也是我在剛接觸電腦的時候,就非常喜歡的品牌之一 那時候我主人生中的第一台DIY電腦 就是用他們架的聖霞式機殼,還有550W的聖武士電源 這兩樣東西那時候加起來3000塊錢有找 在那時候可以說是相當的划算 而且那顆電源到現在我都還留著,功能也都正常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對於全漢的印象 就是從他們的機殼電源,這類DIY的零組件而來的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實全漢的DIY零組件 這個自由品牌,僅僅在他們整體銷售份額的一小部分而已 全漢最主要的義務範圍,其實是著重在電源的代工製造 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OEM以及ODM 他們所製造的電源類型非常的廣泛 不但是侷限在電腦套裝機裡面的電源 而是從我們常見的手機,或是小型3C產品的變化器電源 一路到公控的領域,包括伺服器電源 醫療儀器專用的電源等等,他們都有在製造 像我就有聽他們說,全漢也有在製造 核磁工程機裡面的專用電源 所以雖然我們對於全漢的認識,可能大部分來自於DIY零組件 但實際上他們是一家台灣本土的電源製造大廠 只要是任何跟電源相關的產品,他們都有能力去代工製造 那不單是設計製造,其實他們還有安全認證部門 可以針對不同國家的安全規範來做檢測 並送往國外進行認證,以便向往各個國家 所以其實台灣有很多的電源產品 也會委託這邊實驗室幫我們做測試 但這個部門的內容也相當多 等等會一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先回答電源的主軸 那電源供應器做了一台電腦的心臟,它的工作就是將交流電形式的試電 透過變壓、整流、濾波等等的步驟 轉換成電腦內部零件可以使用的直流電 就是我們常看到的12V、5V、3V等等 所以它的重用性質很不用多說 電腦能不能穩定運作,有沒有穩定電品質 都是電功縮的算 而且假如今天試電突然有不穩定的突破產生 或是一些雜訊 那電源供應器也會作為第一道防線,先幫電腦擋下來 即便在極端的情況下,不穩定的電品質能導致電源損壞 但是由於它內部的保護機制 對於一顆好的電源來說,最多則是自身損壞而已 而不會去傷及內部的其他零件 所以電源供應器除了作為動力輸出的角色外 它同時也兼顧著保護的作用 那一直以來在我的影片中,總是會不停地去強調 一台電腦裡什麼零件都可以省 但就是電源不行,都已經將快爛掉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安全性的問題 它就好像是買保險一樣 你買便宜的電源跟貴的電源 兩個一樣都可以用,也不影響電腦的效能 而且幸運的話,就算用到電腦淘汰 你也感覺不到什麼差別 但今天就是那個萬一啦 假如家裡突然遭受到什麼雷疾或是供電不穩定 這時候就會去考驗你電源的保護力有沒有到位 運氣不好一點,連帶其他零件一波帶走 那最早的情況是出現起火 這時候可能就攸關人命了 所以市售的電源,只要是有走合法程序的 一般來說都會經過無數層的檢驗 來確保它在極端環境下 依舊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像今天我前前後大概看了超過10項以上的環境測試 那如果要細算裡面的測試項目的話 保守估計可能至少上百條起跳了 而且這些測試是一項比一項極端 比如像高壓測試,要通入上彎伏特的電壓 看電源能不能撐得住 也會是把它放入50度以上的高溫 讓它長時間運作等等 那今天就來一一跟大家分享 我還喜歡他們工廠裡所看到的所有內容 那首先我們先來到他們的驗證實驗室 一款電源從研發移入到成品出來 為了讓產品符合他們的規格規範 並且驗證是否符合客戶的使用需求 所以會在這區實驗室裡面 進行各種細項測試 那首先是雜訊測試 那在如此高頻的運作下 難免會產生不同程度的雜訊 也不是可以說是一種干擾 而這樣的雜訊 就可能會透過線路 而去影響後端產品的運作 所以這裡的測試 就是要確保電源的雜訊 要被抑制到-6dB以下 它是有根據歐盟EMC的新標準 EN5-032去做規劃的 那雜訊除了會透過實體線路傳導之外 其他也會有無限干擾 雖然一般的電源說產生的雜訊 對人體的影響幾乎是微乎其微 但主要是它會去影響到周邊的無線設備 比如說你的無線滑鼠 它是透過2.4GHz的波段來連線 那假如感到太強的話 是會有可能去影響它的運作 所以它裡面有設立一個暗示 這裡面會有專門的雜訊偵測儀 透過將電源放入這個暗示裡面 割除掉外界所有的干擾 這樣就可以單獨去檢測電源所產生的雜訊 那順帶一提 這個機器看起來還蠻帥的 有一種形式高科系電子炮 這對毀滅性殺傷武器的味道 除了電源自身的雜訊 必須要受到嚴格規範管制之外 電源本身對抗外在雜訊的能力 同樣也是標準之一 意思就是你不能只把自己顧好 連你周邊設備的干擾 你都得去免疫它們 像剛剛提到的雷機測試 在機器模擬瞬間的高壓供電 最後可以達到15000V 要測試電源在瞬間的高壓下 能不能撐得住 會不會有被擊穿的情況 然後還有人體的經電測試 因為現在的電源,內部用的IC是越來越精密 所以對於一些靜電也很敏感 那這裡的測試就確保說 人體所產生的靜電 不會對電源內部產生影響 然後還有像是4電的干擾測試 因為全他電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做販售 有些地區可能基礎設備不完善 所以供電品質十好十壞 那這時候的電源也得經過模擬測試 來確保說供電不給力的情況下 它不會出現心態炸裂的情況 所以單單雜訊的檢驗 就要經過剛剛那麼多層的考驗 而一些測試項目,環境是比較極端一點 可以感覺到一款電源要成功生產出來販售 背後不知道經過了多少不人道的考驗 那接著我們就來到環境模擬的實驗室 因為全他電源會消往各個國家 從高維度的俄羅斯 到位在赤道的巴西都有 也就是說你的環境可能會有極端的寒冷 亦或是長時間的濕熱 那甚至未來銀河西國基村開通 電源可能會被送往月球 或是冥王星等其他天體 所以電源會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模擬不同的環境下 是否能長時間的穩定運作 那第一個我看到的是這個自然熱隊的環境模擬 這在Tremper裡面會擺放要測試的電源產品 像這裡目前是放一塊液晶電視的電源模組 現在的電視因為越做越飽 留給內部的散熱空間是越來越小 並且沒有加裝主動散熱元件 電源就必須透過自身的被動散熱來降溫 那這裡它是設定在60度 並且完全沒有外力對流的環境 來模擬電視內部的空間 那透過長時間的運行 去看看電源逐漸能否保持穩定 因為電子元件對高音比較敏感 溫度一旦過高,就會容易減少壽命 所以透過這個實驗 就可以去檢測產品對環境的適應性 那除了這種對真實的環境模擬之外 它旁邊這裡還有更極端的機器 透過封閉式的環境測試 再來機器可以調整溫度範圍 從最低零下40度 到最高100度都可以做設定 然後還有包含濕度的調控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機器 去模擬不同國家的濕度以及溫度 比如說你可能在中南美洲 那就會偏高溫高濕 那如果是在俄羅斯內陸 可能就會比較偏乾冷 那目前全家他們的測試標準 其中一下就是要確保電源在-40度的環境下 也能夠成功啟動運行 雖然說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很難遇到-40度這種極端氣候 但就算遇到了 我也想不透為什麼你還會想去開電腦 但這樣測試就要去驗證 如果電源能夠在這種情況下 都能夠正常運作 我們就可以評估說它會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來應付所有的使用環境 那當電源通過環境測試後 接著還有燒機測試的考驗 一般我們使用電腦的習慣 可能一天就是開3-4個小時 多一點7-8小時 那有些人可能是連續幾天沒在關的 而各家考驗的環境 就會像是伺服器電腦上面 通常一開就是半年一年 甚至是好幾年都沒在關 而且電源會長時間維持在一定的負載輸出下 這就會去考驗電源的穩定性 所以這台機器 可以對電源市價一定的負載 接著同樣去設定它的環境溫度 來模擬說它在高溫下長時間的燒機表現 那一般的標準來說 會讓電源維持在80%的負載下 連續燒機至少三天起跳 那像是一些公共領域或伺服器的電源 對穩定性更加要求的 甚至會以一季或是半年來算 來確保電源能夠穩定正常運作 那再來它旁邊這個機器也非常有趣 它的功能在於可以提供定量的風流給電源 因為標準規格的電源 它都會標配一顆進氣扇 那假設說這個風扇能提供20CFN的風流 那經過電源內部的元件協助散熱後 出來剩下多少的風量 那原廠就會去確認說 這樣的風流足不足夠 有沒有去符合它的標準 所以這台機器的功能就在這裡 它的裡面可以看到好幾層的平板 我來推出它是可以透過前後的推移 來產生固定的風量 然後機器內部也有大量的Sensor 來測量出精確的數值 如果我工作室夠大的話 把一台這個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接著我們進入下一個地點 這是他們的噪音實驗室 也可以稱作無響式 那也是我個人覺得非常新鮮的體驗 剛剛我們有參觀雜訊測試的實驗室 那也主要是要負責監測電池干擾的部分 而這裡就是專門在負責我們人耳聽到的噪音了 也就是聲波的部分 那這裡我建造一個專門測量聲音的密閉室 看這個門的厚度 還有那浮誇的西綿 就知道不是在開玩笑的 而且當我一踏進室內的時候 真的不誇張喔 那個瞬間好像全世界都安靜了下來 這裡就直接給大家聽聽看 還有誰要進來 非常安靜 那原廳這邊還算是所謂一個半自動的噪音的空間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就有一些耳鳴的現象 因為在這邊壓力變得不同 好 那這邊整個底噪 或是背景噪音的部分的話 大概在6到8dB左右 喔好低喔 對 可是 之前看Microsoft 它有建造一個0dB的 那幾乎聽說人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人會超級不舒服 那目前就是大概6到8dB就做了 喔不要太久 這樣一下子就好了 大家可以發現 一進到裡面那個環境音就完全不見了 麥克風收到的聲音超級乾淨 不然這是我參訪的過程中 大部分都充製著設備運作的聲音 那這個空間可以說是我目前 接觸過最理想的錄音環境了 害我差點會想在這邊扎音的衝動喔 不過6到8dB的環境音 確實在門關上後 你馬上就會開始出現惡名的現象 甚至是你聽覺得比較敏感的人 還會聽得到自己的心跳聲 通常一般人是沒辦法在這個空間中待太久的 不然會非常不舒服 因為一般的環境通常會在30到40分貝 安靜一點可能也有20幾分貝 那透過這個環境 就可以很精準去測量電源所發出的聲音 因為他們有些客戶會比較古摸 可能會在什麼德國鄉村 其實是很安靜的地方 所以就會希望電源不要太吵 那這不單單是電源風扇所發出的聲音 他們同時也得去檢測可能電路元件本身 在通電時所發出的細微聲音 也都要壓在標準以下 而在照應測試的實驗室旁邊 也有一台很有趣的機器 它叫做高加速實驗室 這個裝置主要是透過底部的氣囊 測試說電源設備 比如遇到一些劇烈的移動 或是一些動態的過程中 會不會出現問題 那比較神奇的是這台機器 同時還能整合溫度的控制 你一樣可以給它設定高溫或低溫的環境 那以我自己的推測 除了它可能會應用在一些工業機械上面 可能長時間會有震動 然後溫度也不對的情況下 另外一種可能性 也是要應付像是火山爆發這種末日災難 極端的高溫搭配地震這樣子 那對於重視野外求生的使用者來說 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指標 這可以幫助你在世界末路的時候還可以打個囉 那除了震動測試之外 它還有溫度變化的測試 剛剛我們參觀的環境測試 主要是模擬當地的氣候 會固定在同一個溫度下 那這台機器厲害的地方在於 它能夠在短時間內創造出很大的溫差 透過上下兩個不同的熱能儲存倉 搭配預先加熱過後 可以做到高效率的熱交換 只需要3分鐘 就可以從-40度一路飆到80度 橫跨120度的溫差 那這樣快速的冷熱交換 除了去看電源會不會感冒發燒之外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檢驗在大幅的溫差環境下 物件所產生的熱障冷縮 會不會對電源的運作產生影響 比如對於一些3系的充電器 外殼會不會出現斷裂或是變形 然後像是電路板上 也要避免溫差所產生的吸裂等等 那再來一款電源 它經過那麼多外在因素測試後 我們最終還是要回歸電源本身 它的電輸出品質到底有沒有合格 所以會透過這台自動測試的設備 來檢測電源在不同負載下 它的能源轉換效率 然後還有電源輸出的穩定性 甚至是電壓偏移、聯播等等 它都可以在這台設備中做檢測 而且工程師已經預先寫要整套的測試SOP 基本上就電源一接上去 然後等它跑完輸出數據就好 非常方便而且效率也很高 那我看到這台設備 第一時間就想到一晚 他們的團隊也是打算在自己的工作室 打造這樣一套功能齊全系統 真的是太瘋狂了 那單一款電源 經過剛剛介紹的那些層層關卡後 假如都通過了 代表它自身就是一款合格的電源 不過一台電腦其實就跟一個團隊一樣 是由各個不同的連接去組成的 個人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團隊是否能同心協力 合作上是否能夠流暢 更是這台電腦可以順利運作的關鍵 簡單來說就是相容性的表現 所以他們還有一個相容性測試的實驗室 在這裡你會看到有各家不同的設備 比如微星的主機板、華碩的顯卡等等 反正就是組合好用燒機 來看看他們自家的電源 與其他電竹間的運作時的穩定性如何 那旁邊這邊還可以看到他們近期推出了2000W的電源 據他們人員所說 近期因為深度學習的領域盛行 會同時跑多張顯卡的運算 對於高瓦數的電源需求拉高 所以他們也有推出專門針對這些需求的電源 現場就展示了一顆小改款後的Canon 2000P Pro電源 它就可以同時支援6張顯示卡 那我覺得他們講深度學習是比較保守一點 以我自己來看 可能是什麼跟以太幣學習需求有關之類的 不過這種規格的電源 確實在市面上比較少見一點 如果有相關需求的話 那也是個很實用的選擇 然後這裡 電源的驗證流程算是基本跑完了 看完我做一個心得 那就是原來一款電源 它在研發的過程中 會需要遭到這麼多不人道的對待 這聽起來是幹話沒錯 但我想說的是 原來它得去通過的環境測試 真的要比我想像的多很多 而且也非常的嚴苛 因為電源畢竟是電力相關的產品 所以我們對它的安全規範 自然就會設定的比較嚴格 畢竟只要有一出差錯 嚴重一點可能會去傷及到人身安全 所以我們從每顆電源上面 往往都能看到很多安全規範的標章 要比其他類型的產品要多得多 在法規上 就會針對電源產品 去設立很詳細的標準 我也就是當遇到危機的情況下 它可以變成是一個保護的關鍵 那今天因為篇幅的關係 我們還有安規部門 以及我有去參觀他們的電源產線 製作特別版的電源等等 這些內容一樣非常豐富 我們就聊到下一集慢慢跟大家聊 那今天影片先到這邊 有甚麼問題都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